大眾交通工具上發生了糾紛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台南遠名婦人 和公車司機詢問路線 卻遭到對方口氣不耐煩的回應說 不會自己看嗎 其他的乘客看到之後替他打抱不平 而另外台鐵台北往桃園的列車上 也有人因為不愛做讓位的問題 發生了爭執 公車道上一名婦人開口問路線 不過司機語氣聽起來有點不耐煩 其他乘客拍下節目 說當時在6號公車 婦人只是詢問有沒有到汗聲電台 司機口氣卻很差 反問你坐幾號來的 婦人說2號司機進回 那你就坐2號回去啊 婦人又問這台沒有到嗎 司機又說你是不會看嗎 雙方一來一往 乘客事後為婦人打抱不平 說司機素質有夠差 講一下就好 口氣有必要這樣嗎 你既然是坐著公車司機 能夠改變你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司機來講他開車也蠻累的 司機當然也會覺得有一點困擾 消息曝光也有人幫司機緩家 搭車本來就要自己查好路線 每個人都問誰還能保持好心情 是不會在針對駕駛的服務 太多在做教育改善 鏡頭轉往台北往桃園的台鐵列車 也發生一起衝突 起因又是博愛座 我也找他嗎 你不客氣 蛤 為什麼我不客氣 那個是博愛座啊 你請人家到誰要客氣 11號下午5點多 婦人當時在樹林站 不滿博愛座被人做了 怒罵布亞自演 其他全客出聲制止 並且錄影 他直接搶走對方手機 姊姊女子幫忙把手機搶回來 雙方當場爆發激烈爭執 你不知道他怎麼樣 為什麼還要給我發照 警列車廠勸打後自行於桃園車站下車 大眾運輸爭議不斷 就盼雙方都能多點同理心 以免擾亂 車廂安寧 記得綜合報導喔